好 又有台灣廉價航空開啟了新的航線 這從桃園到曼谷每天一搬 手搬呢 包括手搬班機 滿載180位的旅客 載客率百分百 想搭了廉價航空來出國玩省錢 但行李又超重 該怎麼辦呢 如何聰明打包 來看達人怎麼做 出國旅行 帶一堆東西 搞得行李超重 還得加錢 如果是搭上廉價航空 一般以20公斤為限 首提7公斤 行李更是不能過重 旅遊達人郭仁榮教你如何聰明打包 飯店裡面有洗髮精洗髮乳 你這個千萬不要帶 那還有就是家裡那個髮膠髮蠟 如果很大觀的話 你盡量分裝成小品 首先行李箱一定要越清越好 而且如果住的飯店有罐洗用品 千萬不要帶 多帶免洗衣物 甚至衣服很少則少 行李近戴的就是站空間的 居打遮陽帽 另外額外戴腰包能免責免 把物品放包包再往前背就好 專業旅遊服裝 例如快乾褲 登山褲 不見得每個場合都適用 多帶等於佔空間 還有旅行發明物 小吹風機運動看似方便 但是很佔行李空間 其實旅館都會提供 可以事先在網上預買一些公斤數 那你在網上有預買跟在櫃台買 大概價值差七到八折左右 另外收拿也很重要 旅遊達人建議可以拿真空袋 再把行李一包一包整理好 節省空間 出國旅遊聰明打包 妥善利用空間 精簡攜攜帶用品 邊玩樂還能邊省下不少錢 記者 紅旗兵 秋子寧 台北採訪到